嗨,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入门课程的结尾 那从第一支影片到现在呢,其实我们也做了十个案例了 先给自己一点掌声吧 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整个的课程回顾 我们一开始呢先从Grace Harper的认识 然后从介绍参数类型啊 然后开始画一些这种观点式模型的线 然后后来呢有利用这些线来掌面 然后也有讲说怎么样子在Grace Harper里面去做一些常用的指令 像是Transform底下的什么Move或者是Rotate啊 然后有介绍这种网格,然后还有锡子 也有教大家怎么样子从Grace Harper中把你的模型Back回Ryno里面 然后最后呢画了一个稍微有基点的形状来做为我们整个入门课程的一个结尾 那其实从入门课程完成到现在 学员你们已经可以开始试着画一些东西了 可以画一些自己有兴趣或想画的东西 那可能有些人会发现说好像你用这样子的程度来画Grace Harper的话 可能到某一个程度就就上不去了 比如说好了像是我在006这边我这边我想要把它画成是交叉的 或者是说我想要这边一条线有 这条线没有这条线有 或者甚至是呢像是008你想要做多重的锡子 你想要有两三个或者是做线形的 或者是你在这个案例时你不想只做一种单元 你想做两种或者是三种单元以上的这种 Surface Morph的话要怎么做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会牵涉到说Grace Harper里面 他针对序列啊或者是资料像是List或者是Tree的这种资料结构的处理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会在初级的课程里面会跟大家做介绍 那我们这个入门的课程呢主要是带大家熟悉Grace Harper的界面 然后让你们了解整个操作的逻辑啊 然后让你们透过这些比较简单的案例可以建立起一些学Grace Harper的信心 就可以了解到说Grace Harper其实真的是蛮好玩的一个软体 因为蛮多人一开始学的时候觉得 那个好像很多人都讲得很难就觉得很挫折 但我很想要告诉大家是说它其实很有趣但也没有这么的困难 那最后恭喜你们都完成了入门的课程 那我会在后续呢陆续上传初级或者是终极课程的影片 那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或追踪哦 谢谢